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民生经济在跟疫情交手过后 跟一坨泥巴一样烂在地上 有信仰的找神明 更厉害一点的直接相信政府 等着政府伸出援手 这个政府也不让你失望 连续两年走马英九的回头路 把自己脸打到肿起来 烧钱引消费券 然后全体假高潮一波 这个消费券 有点像政府跟媒体一起炒作出来的这种兴奋感 但是兴奋感可以 如果大家觉得像烟火一样 大家快乐一阵子也可以 但是蛮贵的啦 但今年的五倍券 在搭乘行政院专车 前往印刷的路上 被大量民意卡住了 消息会网络民票显示 超过九成民众支持发现金 还有英系立委联合声明反对 政国会和新潮流也都有动作 没有派系的民进党 派系正在运作中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持续提升 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负担后 经济成长的成果 应该可以让全民共享 院长认为这一次民众兑换五倍券史 应该付得一千元 可评估全部由中央政府来吸收负担 感恩院长赞叹院长 发钱这种好事主词当然是院长 秉承心里干但秉承不能说 主技术应该跟魔法部合并 上半年经济成长率8.34% 我就知道台湾经济领先世界 那个什么一千块 院长说政府出了 这样一来 我想问问这跟马英九发的消费券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是谁 以目前消费券三千六百块的额度 如果印刷成本节省起来的话 最少每一个人可以领到三千八到四千元 民众拿到现金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做其他的应用 政府应该要从善如流 最方便马上可以做的退税的方案 而不要西安的水杯 哇我吓坏了 现在一个县长一个副总统 我的时空真的错乱了 好险还有苏院长 一直用打脸帮我标注时间轴 马英九发的消费券 被监察院 特别在事后审核的时候 已经明白指出来 他的替代性够高 对经济成长 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记起这个教训 不再重蹈互求 五倍剑就是现金 它是现起使用的现金 而且会涨高涨胖的现金 因为有了五倍剑 你可以去各种优待加码 不再重蹈覆测 然后再来一遍 你是在跳早操还是话讲太早 这样搞下去 我真不敢相信有一天 会看到马维拉拿着球棒站在打击区 要好领 要好用 要好刺激 南韩赴美崔莫德纳 为防范新冠病毒肆虐 降低重症发生几率 全球力拼疫苗接种 展现了各国的国力和应变能力 疫苗覆盖率43.6% 几次人口比60.4%的南韩 连续两个月遭莫德纳通知延迟出货 并购4000万剂到货245.5万 仅占6% 害原本打莫德纳的民众 两剂接种间隔被迫延长至6周 这种事情台湾人忍得住 韩国的部长欧巴 直接道歉起地 850万剂分的 절반以下인 백신 물량이 공급될 예정임을 우리 측에 알려왔습니다 다시 한번 죄송하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공급 계획이 변경되는 것에 대해서는 이러한 문제들에 대해서 엄중하게 항의를 해야 될 부분들이고 또한 문제가 재발하지 않도록 第一次要不到疫苗 可以大声一点 第二次再要不到 大韩民国直接布演了 南韩保健福祉部 三天前率团 直到莫德纳 美国总部拍桌 并且得到了回应 莫德纳公司向南韩道歉协商 表示会尽最大努力 该来的疫苗 没来竟然不是怪中国 美国驻韩大使馆随后宣布 美国将提供南韩40万剂 交生疫苗 流潮的孩子不但有糖吃 还有疫苗打 南韩如此高效率的催货 那采购605万剂 莫德纳只来125万剂的台湾 我们的远征团 什么时候要出发 我们还是透过 我们的好处 住美旁的美术 那我们这里也会跟 AIT 那也会跟总公司 做相关的一些 视讯的联系 然后透过多重的 外交管道 去了解 整个疫苗供应的情况 全世界供应量这么大 在上面做一个 重视有调整 那应该也不会 影响到我们 我们这次被影响 还是一个全球性的 请问你是世界行情分析师吗 除了疫苗不够之外 其他都讲得很到位 南韩现在也超前部署第三剂 向辉瑞订购3000万剂疫苗 至于A4疫苗在韩国的命运 则一年龄限制 急血栓等副作用 没有什么人要打 大家也都在等辉瑞跟莫德纳 南韩政府六天前 批准A4K生物科技开发的 GBP510国产及蛋白疫苗 在进行二期试验 同时记录三期临床试验 也被质疑是为了实现 总统院警开路 怎么这些剧情这么熟悉 南韩国产疫苗预计 最快明年上市 呆呆的南韩政府 难怪亚洲四小龙输台湾 现在国际上最前卫的做法 是二期其中报告出来 就直接透过免疫桥接 通过EUA然后就可以施打了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海地强阵 至少1297人 现在死了 整个国家的疾病 再次被拆开 和百分之更失败 是一路选择的时间 昨天7.2次爆炸 是更加强烈的爆炸 爆炸的爆炸 这被杀了 比较一万万人 在海底 有死的身体 在街上 他们的医院 都充满了 死的身体 和人死的身体 和人死的身体 继11年前 夺去数十万人性命的 汉人强阵和海啸后 台湾友邦海地 当地时间14日早上 发生规模7.2的强阵 在主阵之后 还有无数余阵 有的人已经没有家 有家的也不敢回家 露宿街头 或在足球场避难 此次镇央位在首都西边 约150公里处 大批建筑物被移为平地 通讯线路被中断 还没等到重建的建材 又全部都毁了 临近的加勒比海国家 也感受到天摇地晃 这次地震 与2010年强阵属于相同断层 释放的能量却高达两倍 截稿前已有余5700人受伤 近1300人丧命 本就崩溃的医疗体系 直接崩塌了 整个海地陷入了混乱 这是一场场的 一场场的厨房 这场场是一场场的 有很多人在这场场上 你们在这场场上看到两个事 在这场场上 你们在这场场上看到 一些回復的努力 这场场上是一场场的 这里有很多食物 很多人在带来 什么都可以找到 每天这场场上 上任不到一个月的 海地总理亨利 已经宣布全国进入 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然而官方效率 比树兰还慢 国际间的人道救援 也比海地政府来的温暖 纷纷前往报道 看到有邦国家的老百姓 遭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 是只因此丧命 作为台湾少数的邦交国 台湾也与海地风雨同路 总统蔡英文亲自在推特发文慰问 接着捐赠50万美元 约新台币1390万元协助赈灾 前有总统在家被暗杀 后有热带风暴葛瑞斯来势汹汹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土地上 他们已经呼不出来了 祈祷海地早日重建复原 恢复正常生活 怀追踪并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